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发音也不难 只要是掌握几个要点 它另一个发音发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舌尖和手端 轻抵上尺营 后面舌边接触两侧上尺 气流通过舌与上尺营 形成了窄缝式 产生摩擦 是轻浮营 摩擦送气 身在不振动 好,我们来看一下 舌尖与舌两端 轻抵上尺营 后面 这个都已经比较简单了 其实就是你的舌头放平 我们舌头有两种形状 你看 你可以多变 它比较形象的一种是粗舌头 一种是平舌头 那粗舌头就是用于 我们之前讲过的那些 比如说 噢噢噢噢的一个发音 就是粗舌头 比如说大部分舌头 它是平舌头 平舌头干嘛 你把舌头放平的时候 你舌头的两边 就自然会接触到两边的一个牙齿 不信同学们感受一下 你放平 舌头一定会接触到两边的牙齿 所以这个我们管它叫平舌头 那气流在通过舌 与上尺营形成一个窄缝 产生了一个摩擦音 就发 噢噢 比较简单 主要是你的嘴型要对准 我自己个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如果你 噢噢噢噢 会更好发这个音 不信同学们稍微噢一下嘴 一点点 不要太多了 噢噢 所以它是一个轻辅音 声带也是不震动的 我们先来练习一下它的一个发音 两遍 接下来同学们来练习一下 OK 让我们通过几个单词 更好的来掌握它这个发音 比如说我们今天 学的第六课 那六怎么说呢 六是两个在一起的 两个这样的卷得 谢谢 谢谢 那比如说 您怎么说呢 小妈 你看都发 小妈 谢谢 都是发这个音 还有比如说牛奶 怎么说 我们一起来再来练习一遍 谢谢 还有一个什么 小妈 谢谢 小妈 好 这几个都发生的一个音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音标的一个书写 这个书写是 刚才我们学了一个什么 他的一个书写是 一个倒山对不对 然后这个 他只要在上面加三点就行了 注意这个到山上面加三点 还是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容易记的 那一速过来 再一速过来 勾勾三点 好再一起跟老师来写 练习一遍 先写下面的一速横过来 再一速横过来 再横过来 点三点 好我们记得 我们波士语的一个书写方式 记得点一定要后面再点 后面再写 先写下面下面的这些字母 然后点啊 撇啊这些东西都后面再写 这是一个波士语的书写方式 好 那么这个就讲到这里 我们接下来来看下面一个 好 这个读 这个就跟英文里面的 是一样的 就hello hello 就是没有那种摩擦很重的 生动不带的 是轻辅音的一个声音 他的一个双唇张开 口的大小取决于语其拼读的原因 声门打开一条缝隙 气流通过声门时 产生摩擦 轻辅音 声门音摩擦声带不震动 讲那么多呢 其实一句话总结就是说 这个你发这个音 取决于后面那个拼读的原因 拼读原因大 你这个可能就张得大一点 你拼读原因小 就是小一点 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翻译 喝 喝 有点类似于我们中文里面的 呵呵 呵呵 当然我们不要发那么重 轻一点 呵呵 就行了 就这么简单 不要那个E就发 呵 呵 你也可以继承呵呵 但是没有那个E的音 不要跟后面那个拼起来就行了 好吧 比如说这个有哪些单词跟它一起的呢 比如说hen 爷 是这个发音 hen 比如说他们 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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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已经跟同学们练习了一遍 再来练习一下它的一个单个 还记得它的一个发音吗 大度 喝 喝 好 同学们练习两遍 好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书写方式 但是如果买了书的同学看到这个书写是不是有点奇怪 怎么跟书上的书写不一样呢 对不对 书上的是在这里就断了啊 对不对 为什么还有一个这样的书写啊 那是又因为由于我们在中国的话 在打这些PPT啊 还有时候你如果打单一一个它很难输入出来这个形状 所以它只能够说我再打一个连的时候 它这个形状才会出来 因为它这个音其实在字母啊 在池中 池尾 池手 它的一个书写方式都是稍微有一点不一样的 呃 这个是算属于池手的一个书写方式 这个其实是池尾的一个书写方式 还有一个池中的书写方式 所以老师只能打两个 打两个呢 然后这个形状就比较容易出来 所以其实这两个都是 从这里分开的话 都是合的一个发音 好吧 好 那这里问题跟大家就是说稍微讲解一下 为什么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书写方式 那我们就现在不看这边 直接从这边隔断 隔断先不看这个 等一下把两个都练习 好吧 都练习一下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 这个右边这个怎么书写 先从这边书写下来 有点像个眼睛 你看吧 连起来 再圈个圈再过来 好 写到这里 就书写完了 好 我们再一起来练习一下这个 写从上面书写下来 连过来 圈过来 点到这里 这就是这个 的一个书写方式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在齿尾的一个书写方式 齿尾就比较简单了 就直接 从这边右边画一个有点 圆圈有点 爆心的感觉 爆过来的红心 就直接从这边连过来 好 这就是它的一个 两种不同的一个书写方式 齿手和齿尾的一个书写方式 始终给大家稍微书写一下吧 用鼠标书写 因为没有书写在这上面 它就是比较简单的一个 到八的一个书写 一个八的一个书写方式 到时候要是在后面有碰到的话 我会给同学们讲解一下 那稍微过一下就行了 好 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 学习的几个音标 分为是两个圆音和五个福音 那同学们你们都掌握了吗 那波士语一共只有32个 那我们现在已经学了多少课了呢 好 那我们在第五课的时候 我们就学了七个 今天我们又学了七个 一共就14个 我们再讲两堂课 多一点点 就差不多都可以把它给讲完了 那么同学们是否掌握了 那老师讲了这么多14个 那只有你真正掌握了它的一个发音和书写 它的一个拉丁音标 那你才真正受用 那你花的时间来听 那也才真正值得 所以讲了这么多 还是希望同学们更好的去吸收 更好的学到 更好的掌握这门语言的一个发音 是什么 那些人 还能做到 这些人 还能做到 这些人 也可以用我来的 没有 那些人 好